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身见如一 心见如一 人见如一 雷虎火爆惊吼道 老匹夫 你要做什么 陈丰远此刻身上涌出无穷的光芒 整个人便如同一柄绝世之剑 冷然说道 老狗 劫我轻视一剑 四只空兽被这股剑意直接挡在外围 无法跨入进来 你 你在燃烧生机之远 那又如何 耗尽我毕生功力 娶你狗命 陈丰远一脸决然 没有半分犹豫 整个人化作一柄巨剑 凌空展下 在不远处被震飞的戒神碑上光芒一闪 李云霄的身影浮现出来 一把就将戒神碑抓住 看着陈丰远施展轻视一剑露出震惊之色 但他很快平静下来 他和陈丰远都知道 这已经是他们唯一取胜之法了 这一剑下去 即便不能击杀雷虎火爆 也必然破开雷戒 并且将其重创 老皮肤 该死啊 雷虎火爆惊恐的大吼一声 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涌上心头 全身汗毛根根树立起来 雷戒 宁 雷虎火爆猛的一转身前的金刚柱 顿时所有的空兽一下子消失不见 楚上刻着的兽手顿时一个个闭上双目 唯独被李云霄收掉的那只 还是怒目圆睁 漫天青色雷戒一下子聚颤起来 几乎是以瞬移的速度在缩减 无数雷霆汇聚在上空 不断往人剑如衣哄去 雷虎火爆手持金刚柱 上面涌起无数雷浮往上空一举 操控着所有雷霆 砰砰 雷戒的崩溃速度也瞬息万里 在无穷雷海中 一箭劈开所有阻碍 终于斩在金刚柱上 轰 一股难以想象的雷霆风暴行程 化作一方漩涡 顿时将两人郡树涌了进去 整个雷界疏然崩塌 无数雷光向四面八方飞去 射入虚空 射入大海 射入海沐阵内 下方的雷霆也受到巨大影响 无数雷电闪动 竟然有大量的雷浮 从其内开始涌出 雷霆之中的众人都是一片骇然 惊恐地朝着下方望去 走 沐有云大喝一声 顿时所有人族舞者尽数飞起 朝着远处顿去 不仅是上空的恐怖爆炸 还有这片雷霆的异常 都让他们感受到极度的危险 再也不敢逗留 雷霆某处慕容横雨已经恢复了正常模样 只不过脸色极为苍白 在他身边正躺着那名肉脸海族的尸体 已经被分割得惨不忍睹 他望着长空上的雷界爆炸露出震撼之色 猛地化作一道光芒 就冲上天空 三叔祖 陈锋大吼一声 满脸的悲愤之情 别说冲入雷霆风暴去救人 就是方圆百丈之内都难以靠近 菲尼和梁玉依 还有鄂陵 冰尘几人 都是脸色发白 嘴角带着浓浓的血迹 已经落下了重伤 没有数月的调息是万难恢复了 特别是鄂陵 在最后阶段被雷狐火爆狂攻 整个龙区都被打烂 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此刻李云霄也注意到了下方雷霆的景象 不由地露出金色 悍然道 绝世以目要出事了 所有人都是一惊 急忙往下方望去 只见那雷霆中涌起无数雷浮 整个雷霆的雷电之力 都往一处汇聚而去 化作一个极大的雷光团 闪动不已 那雷色光团上方不断有电光 像水一般流动 并且涌出的无数雷浮聚而不散 在身边凝结起来 像是截除了一个个的外壳 不断地向外扩张 而下方万亩雷霆 顷刻间就耗尽雷光 一下子尽数变得暗淡起来 不仅如此 所有无根之青木看上去 都是萎靡不已 好像完全枯萎了一样 上百万的雷雷果 更是消失一空 一个不胜 完了 完蛋了 木有云在远处一望 整个人都不好受了 脸色变得极度难看起来 雷灵虽然真正的掌控者是刀剑宗 但他们神木石家每年从这里获取的利润也极为丰厚 此刻雷灵一毁顿时断了重要的利益来源 怕是家族将会由此衰弱了 随着下方那雷光团的变化 天空上也传来阵阵雷声 每一下都如同惊雷乍响 正在每一个人心间 令得人气血激荡 几乎站立不稳 怎么回事啊 所有人都是一惊 四下张望过去 槟城望着远处还未消散的雷霆风暴 宁声说道 难道是那绝世以目和这雷霆风暴产生了感应 李云霄脸色凝重道 没有这么简单 这股雷霆之力每一下都激荡人心 等级之高 甚至还在那雷霆风暴之上 这所谓的绝世以目好像有古怪 古怪 冰城一惊忙道 还是让我和大怪龙进戒神碑里面吧 他都快要死了 李云霄看了一眼远处的恶灵 的确是奄奄一息了 没心处光芒一闪 便将冰城恶灵 还有鳄鱼都尽数收了进去 天空中几人看着这一幕都是浑身大震 似乎想到了什么露出骇然之色来 但每个人都是抿着嘴巴不敢吭声 李云霄的目光朝着他们一一而过 那淡淡的冷意令得众人都是心底一阵发寒 刚才雷戒之中都是忙于对付空寿 他们三人都没有看到李云霄出手 只是隐约之中扫过几眼 但也知道能够破掉雷戒除了尘封远外 就属李云霄鞠躬至尾 那种绝强的实力 他们三人全胜之时 连手都未必能胜 何况现在各个重伤不已 李云霄冷冷的说道 不该看见的东西 看见后最好忘掉 陈锋脸色一变 咬牙道 云霄兄多虑了 我夫妻二人 什么也没看到 菲尼也是忙说道 看到什么 我一直在关注那雷霆风暴 难道错过了什么吗 他一脸无辜的模样 眨巴着眼睛 李云霄点了点头 目光望向慕容横宇 说道 横宇兄呢 慕容横宇浑身一震 李云霄望向他的目光 并没有看另外三人那种冰冷 只是一种淡淡的询问 而且透着一种友好温和的态度 他脸色微微一变 心下惊恐起来 暗道 此人唯独对我这般温柔 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帅 他有同阳之屁 想到此处吓得浑身一个哆嗦 急忙道 我 我什么也没看见 说完还连退数步 拉开同李云霄的距离 李云霄这才满意的说道 希望你们记得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否则后果不需要我多言 陈锋道 云霄兄放心 刚才若不是云霄兄大展神威 我们怕是已经陨落在这雷界当中了 他望着远处的雷霄风暴 眼中透过一丝担忧 说道 也不知三叔祖和那老狗如何了 菲尼则是问道 云霄公子 你看这绝世以目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雷霄轰鸣 又是怎么回事 经过刚才一役 李云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大增 几人中毫无疑问地以他为首 李云霄皱眉道 这雷光团和那雷霄风暴 我的神识都无法侵入其内 丰远先生即便能够存活下来 但是他一身的修伪怕也是 陈锋的心中嘎登一下 脸上露出悲泣之色 呼 天空中再次传来一声震荡 这次的声音比之前更为强大 震得几人脸色发白 几乎轰破耳膜 不仅如此 远处的雷霆风暴 在这一阵之下 竟然开始慢慢瓦解 两道人影飞射而出 三叔祖 陈锋大叫了一声 猛地飞了上去 一把抱住其中一人 陈锋远 此刻已经是奄奄一息 整个人苍老异常 皮肤就像是干瘪的树皮 皱得不成样子了 陈锋感觉到他还有气息 急忙取出大量的丹药 为其吞服下去 李云霄则是瞳孔皱缩 凝视着远处另外一道光芒 无数雷环闪动之下 雷火火爆整个人显化出来 此刻 他的身躯已经完全变成元素之体 一半雷电 一半火焰 双铜 一片漆黑 恐怖异常 什么 如此强大的爆炸 都不能伤他 飞尼惊叫起来 脸上变得一片苍白 雷火火爆现身之后 并没有攻击李云霄等人 那漆黑的双瞳 一下子朝着下方望去 露出震惊之色 好强大的蚁木之气 这就是绝世蚁木吗 雷火火爆眼中露出狂喜 激动的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正要飞下去抢夺 突然天空中再次传来那雷霆巨震 呼 这一下子震响更为强烈 所有人都是脸色煞白 飞尼更是直接扛不住了 喷出一口血来 眼里露出极度的亥然 李云霄猛然间瞳孔皱缩 惊骇地往天空上望去 在乌云密布 雷霆滚滚的上方 不知何时浮现出了一团雷云 其中紫色雷电翻滚不已 好像一条蛟龙在其中翻江倒海 所有人都是猛吸一口冷气 在场的都是极有见识之人 并且对雷霆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雷火火爆也是浑身大阵 身上的雷火两种元素翻腾得更加厉害起来 惊吼道 灭是神雷 太须欲亲子府 犯天灭是神雷 语气之中带着极度的惊恐 李云霄吞咽了一下口水 朝着下方的雷光团望去 他终于明白了 那些翻滚出来 凝结成壳的雷符 是做什么用的了 这绝世一幕到底是何物 竟然引来了灭是神雷